強調自己假規計敗處逃 因為前一天藍白會談 國民黨提開放式初選 黃珊珊在臉書發文批 一九九八年 她爭取新黨選北市議員 黨內開放式初選造成分裂 人才流失 引發新黨創辦人趙紹康 開嗆要飲水思源 而黃珊珊不只扯新黨 還扯民進黨 她提到一九九五年 民進黨總統黨內初選 也因不當動員受到重傷 引發民進黨立委趙天林回籍 亂扯一通 彭敏敏在一九九六年跟謝長廷搭配 代表民進黨角逐總統大位 綠營在一九九五年 用兩階段進行黨內總統初選 第一階段幹部評選及黨員投票 第二階段四十九場辯論會 由公民投票 總投票人數高達三十萬人 最後彭敏敏擊敗許信良 順利出現 雖然在大選中敗給李登輝 但綠營建立黨內初選文化 綠尾形容這是成功的公民運動 民眾黨跟國民黨基本上 要不就是沒有初選的文化 要不然就是很多初選作弊的文化 跟民進黨不斷的演進革新的 我們的初選制度是不可相比例 拿這個來扯的話那就太扯了 反擊藍營 黃山山發文 還扯民進黨 藍白合不合 恐怕已經有答案